5月8日 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调查公司发布 2024年民主感知指数报告 报告发现 美国在本轮巴以冲突中 对于以色列的顽固支持严重损害了其声望 好致美国在中东 北非以及欧洲等地区的受欢迎程度急剧下降 相较之下 各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正面看法正持续增长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Politico 一一报道 拉塔纳调查公司对来自53个国家的 约6.3万名受访者进行调查 于当日发布2024年民主感知指数 总结了国际社会对于民主 地人政治和全球大国的态度 自2023年初以来 美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了打击 全球受欢迎程度在过去一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该指数显示 美国政府在加沙战争中 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遭到了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 更为重要的是 欧洲国家也加入了不欢迎美国的阵营 这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 从2023年的18%下降至2024年的10% 在受调查地区中位列最后一名 拉塔纳调查公司的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 德沃进一部分析说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 许多西欧国家对美国的看法首次恢复为 净负面 德国 奥地利 爱尔兰 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家 对美国态度从负面到正面 再到负面的呼声呼叫尤其明显 与此同时 亚洲 北非 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 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在过去一年持续增长 即使在欧洲 受访者对于中国的正面态度也开始主顾恢复 其中 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北非 中东国家 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 从2023年的19%上升至2024年的30% 此外 全球受访者对于俄罗斯的态度 同样出现正面增长趋势 报告认为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 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了压倒性的负面影响 但现在 再出欧洲外的多数受访敌区 俄罗斯的形象似乎开始恢复 尽管美国在全球舞台上 总体上仍被认为是老大 但在曾经坚定平美的西欧盟国内部 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出现裂痕 Tolerico一一最后总结道 同时 俄罗斯和中国在其他地区 越来越受欢迎 从来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部